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考量的地方很多啦 场地啦 然后这个景啦 整个景啦 要有一个地方容纳这个景啦 其实也是一个蛮大的困扰啦 他其实靠了将近三天三夜 才把贴上那个上面的那个 你看到的那些铁杠全部给放上去 我们也请了一些潜水员啦 他们必须在下面呢 稳固的把这些障碍物啦 把这些平板啦 好好的稳固下来 设备完全的这个建筑之后呢 我们其实还要呢 一轮一轮的来试的玩 看它的娱乐性在吗 它的安全硕是都有吗 然后如果没有的话呢 又再改良 然后达到我们大家都觉得很满意为止 当然在第一回合呢 就是我们群体的一个开始 就是说一组四个人呢 怎么样呢 就是在配合无间的当人呢 就是可以过关 然后顺利过关之后呢 他们又怎么样在第二个回合 能够呢打败对方 然后获取一些某些利益 能够在帮助他们在第三回合 可能就是陆续的成功 第三回合呢 其实它考的不只是所谓的手力 臂力耐力呢 它其实很多时候呢 也应该算是时间上好好的配合 因为一旦拖时间的话呢 你的力气用的太多呢 其实你的成功的几率也就比较少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唱赛的这些艺人朋友啦 还有外面来的一些热情朋友呢 都是很精情的享受这个整个过程啦 然后就是说 因为不同人用的方法真的是 怎么样去闯关都是不同的 所以真的是笑料百出 然后也是说 它可能是单单是一个东西 它可以耗费了它整个九牛二虎的力气呢 结果还是不能过 我们在拍摄的前几期呢 就遇到打雷啦 风雨啦 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呢 我们必须符合一些安全的一些水平 跟水准我们必须停下来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可以看到 很多东西都是铁盖的 然后就是必须在闪电之前 还是说打雷之前要停下来 因为一人的气呢是比较困难 有的是盲语拍戏啦 有的是海外啦 因为有的比较不太有感玩的那种心态 尊重的转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